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這段影片應該很短 可能五分鐘 七分鐘就完 香港剛剛過完復活節假 雖然我猜大家都在家 但是韓國是沒有復活節假的 今天就是韓國四月的第一個紅日 今天是國會議員的選舉日 其實今天的投票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又不可以說真的很特別 因為這個選舉是每四年一次 上一屆的2016年我就剛剛miss了 今屆2020年我又在 所以我也蠻想看韓國的一個選舉的環境 氣氛是怎樣 想看韓國和香港的選舉 會不會有些相同或者有什麼不同之處 因為上年投票的時候 我也特意回到香港 希望為香港出發分力 而今年眨眼又到了 重新登記做選民的時候 所以如果看到這段影片的香港人 如果大家還沒登記做選民的話 請馬上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就快點登記做選民 由於我不是韓國國民 所以我就沒有投票的權利 所以今天就會跟一位韓國國民去投票 大家應該超久沒有在我的頻道 見過這個人存在 嗨 很久不見的胖東 很久不見的胖東 待會我們就要來投票 今天時間是幾點 早上六點開始 但是其實是沒有關係 我們在五點之前去就OK了 你覺得人會多嗎 不會太多 因為我們有那個之前的投票 對我覺得有之前投票很好 前一個週末嘛 然後兩天時間投票的目標就是 當天有事情的人要去投票的對吧 所以週末的話也不用上班 所以時間有很多 然後我有看到新聞說 這一次的事情投票 投票的人的那個percentage很高 是歷屆最高的 其實我覺得因為最近有那個肺炎吧 所以人家不想去很多的地方 所以他們想提前去投票 然後同時也有海外的投票 我覺得很好耶 嗯 就是你有試過嗎 海外投票 因為之前有在海外 對 只要你是韓國的國民的話 無論你在任何地方你就可以投票 但是當然你要先申請才可以 我媽媽以前在泰國吧 她在泰國的時候去那個投票 也是那個國外的投票 然後韓國也是分區的嗎 就是你住在哪一區 你就去你家旁邊的投票的地方去投票 因為現在有肺炎關係 所以現在如果進投票所之前都要戴口罩 然後他們會幫你量體溫 但是如果有肺炎的人怎麼辦 等所有的人投票之後 他們也可以去 你雖然生病了 可是你還是有權利去可以去投你一票 去依附 對他不會就是禁止你外出或幹嘛 他還是會讓你有這個權利 然後他們投票之後 他們會把用過的東西消毒 不需要太擔心 就是每個韓國人都可以投兩票 一個是投人 一個是投黨 我誰會選擇 韓國人會分享嗎 就是完全不會 家族也不會講嗎 其實他們對 但是呢 是秘密的嘛 跟家人以外的人 是完全不會分享你投給誰對不對 一般不會講 意見不同的話會吵架 我媽媽早上已經投票了 然後她拍個照 那時候有很多人都拍斷了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人 所以其實大家好像都是早上去 我們來的時候其實 我在別的洞 我看到很多人 但是來到你們家附近 就看到沒有什麼人 1번 什麼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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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家附近嗎 對 這就因為外面 很快 你怎麼看 就這樣 有手套 是因為防肺炎 我原來想拍我投票的那個 不行啊不行啊 不行啊 對因為它裡面寫著 不可以拍照 對對對 我去上個廁所 然後你就出來了 我以為要等你很久 啊 裡面沒有人嗎 沒有人 對而且我 你說 應該就是早上全部都去了 對對對 這條大街呢 全部都是 那些補習學院來的 這已經是很出名的這條 學院街了 很多人會為了 就是這種香港人要搬來這邊 不能搬來這邊的話 父母 開車來這邊 然後讓孩子上課 然後在這邊等幾個小時 所以都是小學生 對 對 高中生 我因為有這麼多學院的關係 這邊是有很多學生 所以這邊是餐廳 因為最終這邊其實雖然 樓很貴 其實這邊 墨價 因為其中江南 不便宜的 這邊 近學院的這邊 價錢算是親民 現在都要吃壽司 不然這裡 這裡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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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跟了 烹飪去投票 了解了更多韓國選舉之後 其實我覺得 韓國投票的做法 其實都有很多學習的地方 像我昨天一樣 其實應該除了我之外 很多人都會特意飛回香港投票的 但是如果香港好像韓國這樣 是有海外投票 或者是一些事前投票的時候 當日真的去不到的人都可以 盡他們的公民責任 可以投票 所以我覺得韓國這方面 做得挺好 還有韓國是任何一個國民 他們都會有權利去投票 不會因為可能 你病了 然後就不讓你投票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國人的權利方面 是 兼顧得很好 所以如果看影片的大家 是滿18歲的話 真的記得登記做宣問 然後練尾的時候 記得盡我們公民站 要投神聖的票 因為我們雖然每一個人 可能大家會覺得 微不足 但其實香港有700萬人 我們1.1滴的力量 累積了上來 其實是真的可以改變很多東西的 所以大家加油 香港加油 做宣問 做宣問 市場